來玩這款遊戲 米德加爾特戰技 下載容量相當高 這畫面應該會有品質保證吧 啊 進來啦 這個以前是不是有推出過啊 以前教授名字我忘了 但是這個Match這個上帝視角的戰鬥模式 我肯定是有玩過的 1-1 通關2-1可以解鎖戰鬥加速 好要來增加夥伴了 到了領地的召喚 進行召喚 紫色的 喔 啊 是男的 啊 我 我哭了我 米德加爾特戰技 我要妹子 唉唷 唉唷 這個男生 很沉穩的一個男人 穩穩的使用弓箭射擊 好樣的啊 你讓妹子在前排 你一個大男人躲在後面用弓箭射 下一關嗎 好 開啟自動戰鬥 現在 我的大招已經解放雙手了啊 我現在只需要一隻手 就能改變戰局 為什麼只需要一隻手呢 因為總是要拿手機起來的嘛 沒有玩過的話 還是可以玩看看啦 你就把它當作 之前的遊戲重開吧 之前那一款 名字我不知道啦 但 也有可能是在封測 還是怎樣的 近期才看到有在打廣告 不過下載容量 下載容量 下載容量是比較高啦 但是 玩家人數 好像 很少 聽到講話的聲音啦 我看起來 要推幾關呢 我才能可以再抽角色 來自動戰鬥 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 幻化的好像還不錯耶 都不燒手機的耶 10點抽 紫色 我拆掉了秘密 英雄故事,14歲 然後 來吧,把他派上陣了 他講英文耶 怎麼會這樣 這樣子就不猛了 好啦,我們看一下這個妹子 法師嗎 打BOSS 他好像是奶媽呢 他準備好了一小隊可以讓你這樣子穩穩的推關下去 我的估計 福利應該不是很好 你看他都把你弄一隊出來了 是不是 前往下一張 那我要解鎖戰鬥加速了嗎 現在來到了第二張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手沖禮包 群攻控制 廢奧納 全部都是廢奧納 還有99.99美金 哇哩咧 你覺得我有可能花 多少 3000塊吧 當做3000塊 投資在這款遊戲嗎 NO 你看空了 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是不是 啊 不行啦 怎麼會這樣 你們不是有花錢打廣告嗎 花錢打廣告 福利沒有跟上耶 那你還 還奢望玩家會花錢在這款遊戲 怎麼可能 我還是 是建議玩家還是不要花錢吧 官方這樣子沒有什麼誠意耶 誠意不足的話 你花錢 你也感受不到 良好的體驗啦 大概就是沒冷氣他又關了 然後明年又開一次給你看 哼 好 解鎖了戰鬥加速了以後 很明顯的有變快了啊 現在比較不能 不能確定的就是 他前面有一個十點抽對不對 就是我抽中奶媽那個十點抽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樣的角色 如果是大家都一樣的角色 就連刷手抽 都沒機會啦 如果可以抽不一樣的角色 那也可以啦 可以刷個手抽之類的 我們我打不過了耶 你看奶媽好硬喔 欸這樣子打就要拖很久耶 撤退吧 他一直打啊 敵人輸出也不高 然後我放一直在回血 看一下其他地方吧 我想說是一款非常棒的遊戲 但是現在體驗下來 就覺得稍微普通一點了 這主要是 他是老遊戲了啦 我們說白一點 他就是老遊戲了嘛 我好像是去年玩過的吧 嗯 不知道忘了 但是我肯定有玩過 但是我肯定有玩過 嗯 嗯 那我們看一下召喚好了 召喚 召喚 欸 可以失戀抽嗎 不行 只能再單抽 抽一個垃圾出來 跟我想的一樣 嗯 概率 紫色 啊 最高的英雄 就是紫色而已啊 沒有沒有橙色那些喔 有可能是 角色吞碎片這樣子上去的吧 好 這是當前的 大陣這樣啦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驚豔的發現喔 接下來叻 好像都沒了欸 很空空的啊 太可惜啦 原來 不過如此 好吧 不然 我就體驗到這裡吧 那 喜歡的話 可以下載 試玩一下啦 但不建議花錢喔 大家掰掰